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guys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频道 Hello guys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频道 今天Mia特别的兴奋 为什么 因为 给大家看一下 买了巨大东西 也没有很大了 这是一个电钢琴 对对 因为Mia最近有了新的兴趣 就是弹钢琴 我不是现在学 其实我之前就在学 我小的时候学过手分琴和钢琴 但是就是因为各种原因 我没有继续下去 然后现在我有这个遗憾 我现在有能力来弥补这个遗憾 所以我准备就是 来弥补一下 我不准备把这遗憾带到我的下一代 让它来完成 我准备自己完成 也是次巨资 买了一个电钢琴 叫Sonata牌 是吧 我们只是去试 因为我只要一个就是入门级 但是比较稍微高一点的那种电钢琴 而不是钢琴 而也不是电子琴 就是电钢琴 而且是很沉的那种 你说 因为电子琴和钢琴的触感 压界的压力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开始练的话 我觉得电钢琴会好一些 而以我现在仅仅能承受能力呢 我觉得电钢琴是最好的选择 对啊 一收工资而已 对啊 一收工资也不是很贵 今天去买这个琴 特别逗 去买 开它mini去买这个琴 然后半袋给我打电话 你在哪赶紧过来 因为它mini完全装不下 虽然体积看起来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mini完全装不下 对 完全装不下 因为这个琴其实不大 因为它是可以自己组装的这种 你可以比一下 比一下 比一下多大 还挺大的 说实话 还好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呢 就是它是不是那种像钢琴一样 你就抬不进来 它这个东西我们俩人就可以 而又小 只能进来这样子 所以说可以 因为屋里面那个桌子还蛮大的 所以说就比较装厅里面就装在这 每天进屋先弹一个小时琴 然后再弄进屋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 既然我已经要花钱了 已经找老师在练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就 不是年少不知识那种 就是花了钱就是要练 对 他已经找老师专门一对一了是吧 对 一对一老师一个小时六十刀 嗯 然后再认真的学习 然后之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学习成果 对啊 算了好有压力啊 然后以后我们视频的音乐也可以 米娅给我们配乐 是不是 好有压力啊 我就是一个后人 没有压力 有压力才有动力 对不对 没 就当个兴趣爱好嘛 因为生活中就是生活嘛 你都作为我 尤其作为女生 对 因为下班之后时间还是蛮长的 因为一个是时间长 那一个是我在想到以后呢 就将来的生活呢就是说 呃 工作 然后回家做饭 然后休息 我觉得嗯 好的生活缺点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给自己挤点时间 学一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情趣啦 嗯 所以说米娅先做饭 然后我们给她组装这个东西 嗯 回家看下我们晚上吃面 哦 我买了这个增拌面 发现了新东西 对 这个增拌面呢就是它有各种口味 然后我们之后尝着这个麻油焦香的这个 嗯 以后里边有四包 感觉这个面还挺筋道的 呵呵 我这个泡游烟机有点吵 我们先组装琴 我真感觉我是第一次开箱这么大的东西 哦 哦 说明书 哇 这个 这个有点重量 肯定有 是呢 还可以啊 Jazz 买的那个 Sonata 8830 就是一个入门级的这个样子 但就是做我先练的这个 这个就是踩脚踩的那个 啊 脚踩的电源 嗯 因为买电钢琴有一个好处就是 嗯 因为如果住在地方 大家就是说 并不是说有很 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声音 会觉得会吵 所以这个电钢琴好处就是 你可以插着耳机自己练 然后也不打扰别人这个样子 嗯 嗯 这也好处的吧 然后再下面 哇 啊 这是钢琴的主体了 那我帮你忙 先不把它拿出来 先偏这些 就是这么个东西 声音太小了 声音太小了 这个琴键和钢琴的琴键是一模一样的 对 但没有钢琴那么硬 嗯 调一红布 怎么调这个呀 这个是 我不知道在那调 咋调这个 哦 这个 哦 来 弹一局 我不会弹 你上节课学啥了 上节课老师拿着五线符 让我对着五线符两个弹 我听说对着五线符弹 对着五线符 我还得这么办天子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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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那个 还没主动完成 还差一个那个 哦 这个是装那个 装琴谱的 嗯 可以 可以 开心了 开心 可以 因为 你这琴键和钢琴的琴键差不多是吧 对啊 不是 触感和钢琴的琴键很像 怪不得它那么沉 对啊 肯定啊 我真的好沉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就是刚开练琴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 如果预算也有限的话呢 就是如果买不到钢琴就是 也别选电子琴了 会开电子琴呢 因为电子琴比较那个键比较软 然后比较轻就是 因为钢琴它是有力度来弹的 你要没有力度弹的话 这个东西下不去 这个是 这个真的是力度和钢琴差不多 对 因为你最后的是小指和这边的 这两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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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力度 如果就是练 如果正常练那个 这个电钢琴就是 钢琴的按键加电子琴的内部 对 有可差不多 感觉好多选项你都不知道干嘛的 嗯 对这就是选那种乐器的这个是 啊那选乐器 不你这边有选的这classical 这种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general piano 这个是brint piano 就各种音色不太可以调 还可以配音 还打rock 但还有打节拍 还打节拍可以啊 嗯 然后就插个电就ok了 插个电 然后有个耳机插鼓在这下边 嗯 可以插耳机 可以插耳机对 而且可以插两个耳机 对 应该老师插一个你插一个 就可以安静的弹琴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说 在你不打扰 你说灵力休息的情况下呢 你还能达到暗琴的这个效果 也不占地儿 对于这种效果预算有限 而且又有初级选手来说呢 就是电钢琴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看里面有130 哎真的 就坐在这个面前就 大家看有138钟 138钟 还有琵琶 大家听出来琵琶吗 还有乐琴 乐琴是什么 还有鼓掌 鼓掌 别停 还有Helicopter 直升飞机 真挺好玩 对于Mia是买了个乐器 对于我来说买了个玩具 是不是Mia 琴把我会 你直发错了 你直发错了 真的我特别 特别佩服弹钢琴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一个手 两个手能分开 大家会弹钢琴的 应该都知道吧 这个手可以 这个手可以这样 然后这个手不受这个手 完全控 完全不受这个手控 就可以 就可以 我 我现在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 情绪是够的 但是就是 发挥不出来 然后表达不出来 所以还是 可以和Mia一起练 真挺好玩 这个 我小时候学过画画 还学过啥 反正就是没学过任何一样乐器 那要不要跟我一块学呢 对啊 看到俩学C学得快 好 到时候咱俩弄一个 四手两弹是吧 还有Mia被钢琴描赛 好玩 Mia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不会弹 瞎弹呗 我正不会弹 瞎弹呗 我正不会弹 正确的指法 你刚才说我指法错了吗 这点我还是可以教你的 指法的一样这个样子 嗯 把这个 这样的吧 对要实际上要立起来 这个之前是立起来 这个 这我这 这个短手指 你八度跨几天 你跨一个八度跨过来就行 你要一个八度跨过来就能弹 你试试 就练速度了呗 不是速度 因为有的有 几个八度 这是一个八度 你要跨一个八度就行 你看能 哎呀跨不太上 不行我跨不上 啊这样是吧 对你要把腕提起来 你把腕提起来 对 大家看这 这已经 这已经快贴上钢琴了 这也 这勉强够上了 不是 不是 快贴上钢琴了 这样你提 不是这样 这样提起来 啊提起来 对啊这不就可以吗 快撑抽筋了 就这么快撑抽筋的感觉 就使劲撑 嗯 行 我现在在慢慢学习当中 咱们一下子 看谁快啊 谁看 好 这个是鼓 这是锣 对啊 好想玩 唱经距离啊 我就说可以的吗 吃晚餐 嗯 这个是那个蒸面是吧 蒸面的 焦麻油的 焦麻油 新西兰猪耳朵 然后这个是那个菜花焖的肉 肉末焖菜花 然后这是啥 鸭舌 鸭头 鸭头 还是不错的 嗯 晚餐还是 还是 哇 香吧有香味出来了 有口水了 哇 一闻到这个味儿 嗯 辣甜 那个它焦麻的香味 焦麻对 焦麻这个香味一出来 哇 嗯 它这个面不像那个方圆面那种 嗯 真的像馅拉出来那种很有很有弹力的 很好吃这个面 嗯 辣 辣吗 有点辣 嗯 油香特别的重 是香油的香 小墨香油香 它这个面没有那种 那种 饭店啊 弄出来 馅弄出来的那么香 但是完全比方便面 那种面好吃太多了 嗯 其实在基督城里是能吃到猪耳的 嗯 奥克兰更能吃到猪耳的 对 基督城的那个 嗯 就是更烧辣都能吃到 嗯 嗯 找茶 广市找茶 嗯 OK 那么这是今天简短的视频 然后之后呢 我们俩要享用我们俩今天晚上的大餐了 然后大家也可以静静期待一下 米娅日后给我们 弹奏美妙的音乐 大家就不要碰我 因为我真的属于就是 很基础基础的 对就是也考 就是完全是为了兴趣爱好买这个琴的 不是为了什么考级啊 加分啊什么的 完全没有 哈哈 真的像之前一样 我劝过大家在工作和学习之余呢 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无论是像我一样修车呀 或者是拍摄摄影啊 或者像米娅这种喜欢钢琴乐器啊之类的 一定要选一样那种不在爸妈逼迫的情况下 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一个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你会更加的钻研 然后更容易怎么说 真的能体会到 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吧 对 没错 而且当你沉浸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真的是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 持得严低 对 而且呢你像就是大家对你说周末忙忙 我觉得我周末挺忙的 周末忙也有时间练琴吗 嗯对有 对 而且现在我要几出时每天几出时要绝要去练琴 所以我觉得这样生活更加充实了 对啊 虽然我忙我也忙我也上班 也早就晚午 我也是 一周五天 我也是 但是我修车我拍视频我做视频 他练琴 他跳舞 他还跳舞 OK 那么这是今天的视频了 我们也要 谢谢大家观众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